北京时间9月27日,昨天中国蓝鞋正式宣布,李南将会待见红蓝两队合并之后的国家队主教练。 这个任命也意味着中国蓝蓝红蓝收国家对制度改革告一段落,接下来李南将带队备战,明年的世界杯以及2020年的奥运会。 今天上午,李南在体育总局篮球训练馆,接受了媒体的采访,在采访中他首先感谢了蓝鞋的信任和支持,对于之后的世界杯窗口期备战工作。 他表示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之中,上任之后紧接着就是世界杯窗口期,这也是两队第一次合并,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窗口期完成两支队伍的磨合。 红蓝两队合并之后,必定会有一部分球员,无法进入到最终名单。 对于选人的标准,李南表示,一切都是公平和平等的,主要是看队伍的需求和个人的表现,机会大家都是公平的,主要还是综合夏天在国家队表现,看他们联赛状态。 另外再看2019和2020年,谁是我们最需要的人,之前有传言着,最终的大名单会在20人左右,会给更多的人机会留在国家队锻炼。 对于人数问题,李南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,最终的国家队人员不会太多,这个是要跟教练组商量一下,人员太多的话,训练也不好搞。 从后对教练到国家队总教练,李南自知身上的担子更重了。 对于未来的世界杯和奥运会,他坦言会全力以赴,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,争取打出满意的成绩,在这个位置上压力一直都有,只是现在责任越来越重,我能力有限,但是肯学习,一切都全力以赴吧。